台南升格五都是以文化利基 但原本讓台南自豪的文化資產 卻好像不受市府單位重視 市議員邱莉莉提出 熱門觀光景點小西門旁的 台南點獄宿社群 年老失修 延宕七年 至今能為做任何動作 路可經過甚至認為是鬼屋 壓根不知此處為勢力鼓蹟 不知道 這是什麼 不好意思 氣死人 人啊 這傻 還想進去撒泡尿呢 幾年來 申格做直轄市以後 我們的有形資產 文化古蹟的部分 並沒有得到比較妥善的照顧 我們這邊呼籲是只做古蹟 但是還沒有被維護管理的 這些古蹟宿社群 我們應該用通透性的這種圍裡 讓人家可以知道這是古蹟的地方 但是又不會讓他覺得 他是被趴就是荒匯在那邊 文化局要加把勁 根據十一元秋莉莉的描述 我們來到了現場 位於新天地的原刑務宿舍 發現現場根本是一片蕭條 現在位於我右手邊的這棟建築物 在民國九十四年發生大火 並嚴重的碳化 但市府能將它定為市集古蹟 行進實在令人傻眼 文化局是主管機關 但是它每一棟的古蹟都有它的所有權人 我們當然要督促他們 那當然我們也不會任由它這樣子的一個敗壞下去 我們也會跟中央 包括透過我們地方的立法委員 來加以協助督導中央的單位 應該正是這些屬於全民共有的文化資產 文化局長葉澤山認為 台南古蹟的所有權利屬於不同部門 雖文化局為主管機關 但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除判協議在三個月內擬定 典獄長宿舍群的加強管理及督導 記者謝孟榮 王岐勳 台南報導 XY關係哈記者謝孟榮 王岐ский ABE 王岐 Silver 通常一份 wollen 會 newspapers